德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亚斯培 他曾经提出所谓的界线状况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界线状况呢 他说人生有三种界线状况 一种是身体界线 另外一种是心理界线 还有一种就叫做灵魂界线 当我们出现这种界线状况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在做选择 或者我们在做思考的时候 那首先呢 这个界线的这个身体界线呢 他提到的是 这个大部分的人 只要是遇到好比说可能生病了 或者是出车祸了 或者是感受到身体的衰老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提问 问自己说 为什么会是我 为什么会是我遇到这样的事 那我人生走到这一步 以后又该往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向去 好像这个肉眼 可以感受到这个肉身的这样子的一种痛苦 让我们感受到那个身体的界线 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界线 心理的界线呢 它其实是指一种自我认知的能力 一般来说心理正常的人呢 我们跟人在交往的时候情绪稳定 所以人家赞美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高兴 或者是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些不开心 或者是愤怒 那很多人呢 表面上都认为自己是证人君子 可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特殊时刻的考验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会有一种黑暗的 或者是一种冲动 然后也可能会做出伤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就伤害别人的这样的行为 才会警觉到说 原来自己心理的内在 并不是像自己表面上想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一种状态 或者可能有一些思考的盲点 进而去发现自己心理的困境 那譬如说 这个原本以为自己在工作上 有升迁的机会 可是当这个人事公布的时候 那个升官的却不是自己 然后又知道 原来那个人他可能走后门 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 内心都会有一些 很特别的一种冲动或感想 或者呢 一个平常这个非常开朗的老奶奶 她可能遇到丈夫 这个过世之后 没想到她自己也想跟着去死 那整日躺在床上流眼泪 那虽然被子女发现 这个好好的照顾她或看住她 可是她也没想到为什么 她会一直想要跟着这个 这个丈夫去 不过这中间可能会有一点契机 好比说可能孙子回来 这个跟老奶奶讲说 好想吃奶奶的草米粉 好像让那个奶奶 找到了一种被需要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找到了那个存在感 而她又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活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 心理的这个界限里面 可能会遇到的 最后呢 就是这个灵魂的界限 还有灵魂的界限 灵魂呢简单讲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平常我们肉眼呢 只能够看到彼此的肉体 可是呢 这个好像仿佛人的肉体消失了 人就不存在了 真的是这样吗 当我们有机会 这个进去安宁病房做志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原来我们活着的时候 有一部分是看不见的 那那是为什么 那是可能是我们用错了工具 我们用的工具都是一些理性的 一些推论 那所以我们看不见灵魂 所以亚斯培在这边就提到说 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是充满我们看不见的一种密码 而这个密码 这个奥秘如果能够解开的话 我们会发现 虽然人生有限 可是人有他存在的那个根基 对 所以在这边呢 当我们遇到身体有状况的时候 面对到身体界限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找医师 我们面对到这个心理界限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心理諮商 那请问老师 我们在灵魂有状况的时候 我们该找谁呢